令院的內政委員會在上午的時候 排審了選霸法修正案 藍綠都發起假極動員 民營黨立委更是在會議開始之前 就佔領主席臺 雙方是僵持不下 導致會議無法進行 一直到下午都停擺 隨後藍營指控 令營不讓議事人員離開會議室 對此國民黨立委是除了報警之外 在下午也到北檢 來告發民進黨團 藍綠禍喉喊口號 舉手牌將持不下 令院內政委員會四日 原本要開會討論 是否應調高罷免門檻 國民黨團為此發動假極動員 不過民進黨立委一大早 也發動假動反制 八點半前就道場佔領主席臺 國民黨立委徐曉信 指控民進黨立委 張宏露搶走議事人員資料 並害民進黨立委 王美會爆發激烈肢體衝突 選罷法攻防藍綠將持一上午 下午兩點半 朝委高金速媒更改會議室 繼續審查 但因為議事人員無法 轉移到更改後的會議室 下午三點半高金宣布散會 下週一再派審 現在他們他們全部都控制你們都不能動嗎 是嗎 因為你們把門口都堵住了 他們把門口全部都堵住了是嗎 所以你們都出不來 蘭英立委到北檢案林告發 搬出妨害公務 妨害自由以及強制罪 指控民進黨立委 軟禁議事人員50分鐘 要求檢調 積極查辦 民進黨在一個國會的殿堂裡面 要去限制議事人員 公務人員的人身自由 我們今天來到台北地監署 進行告發 今天王鴻文委員 也已經上中正一分局報案 這次議場是在這裡嘛 那另外國民黨另外開 另外一個議場 是一個非法行為嗎 因為他告說 他就能軟禁綁架議事人 你認為有這種行為嗎 選罷法修正草案 徐宇貞版本主張就職未滿一年者 不得為罷免之提議於連署外 也增加罷免同意票數 超過被罷免者當選的票數 不過傳出國民黨團 你朝向不動罷免門檻 該採納民眾黨的意見 聚焦在如何完善罷免連署制度 這位我們出播劇 台北斗